小朋友们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绘本,名字叫做《点》,作者,彼得·雷诺兹,文·图,翻译·行陪剑,南海出版公司。 美术课结束了,但是瓦斯蒂还是粘在椅子上不走,他的画纸上一片空白,瓦斯蒂的老师俯身去看那张白纸,啊,一场雪暴中的北极熊,他说,真滑稽,瓦斯蒂说, 我压根儿就没画 他的老师笑了,随便画个线或点,看他能指引你去哪儿 瓦斯蒂猛然抓起毡头墨水笔,在纸上潇洒地用力一戳 嘿,这里 瓦斯蒂的老师拿起纸,仔细地研究了半天 嗯 他把纸推到瓦斯蒂的跟前,淡淡地说,现在签上你的名字 瓦斯蒂思考了一小会儿 好吧,也许我不会画画,但是我会签上我的名字 嗯 到了下周,瓦斯蒂走进他的美术教室 他惊奇地发现,悬挂在老师办公桌前的正是他画的那个点 而且 他的画还镶嵌在金色的窝形画框里 嗯 我可以画比这个更好吗? 他拿出以前从来都没用过的水彩,开始画画 瓦斯蒂画了又画,画了又画 一个黄点 一个绿点 一个红点 一个蓝点 蓝色和红色混合在了一起 他发现,他弄出了一个紫色的点 要是我能画小点 要是我能画小点 那我也能画大点 瓦斯蒂挥舞着一支大画笔 在一张大纸上做画 颜色似箭 他想画大大的点 瓦斯蒂甚至可以营造出一个点的氛围 而不是直接画出一个点 几星期后 在学校的美术展览会上 瓦斯蒂画的点 赢得了许多嘖嘖称赞声 瓦斯蒂发现一个小男孩仰望着他 你真是一个艺术家 我好希望我也能画得这么好 我答赌 你肯定没问题 我 不 我不行 没有吃 我不可能画这么纸的线条 瓦斯蒂笑了 他递给小男孩一张纸 画给我看看 小男孩画线的时候 他的笔抖个不停 瓦斯蒂注视着男孩的话 过了一会儿 他说 请 签上你的名字 小朋友们 故事到这里 就讲完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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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